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儿聊天讲故事 昨天啊,咱们利用了半集书的时间,聊了聊这个霍吉斯家族的简单情况 那咱们为什么要聊他呢?那热定啊,是在今天的书里他有故事 昨天呢,咱们说了,这乾隆皇帝认为这霍吉斯啊,还是新乡大清的 那么这皇上老爷子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城,为什么能够这么信任一位缠回的贵族呢? 那是因为啊,在这个清平准杆尔的这个战役当中啊 这个霍吉斯是亲自逮着了准杆尔韩国的大韩达瓦奇陷到了清军大营当中的 既然呢,这话头呢,说到这儿了,咱们不妨啊,聊一聊这个霍吉斯和这个达瓦奇 这两个人后来的结果,如果呢,按照咱们的故事程序呀 这两个人的结果呀,可能就会聊不到,但是呢,还是挺有意思的 您别看呢,这会儿的乾隆皇帝认为这霍吉斯啊,是可用之人 可是后来这霍吉斯还是犯了老毛病 他呀,在势力逐天做大之后啊,就想做这南疆之主 哎,这乾隆皇帝自然更有办法了 一到圣旨啊,就把他连哄带骗的,也弄到了北京城 这人呢,到了北京城之后,你要是再想回新疆啊,那可难了 当然了,这乾隆皇帝为了新疆的稳定啊,他是绝对不会把霍吉斯处死的 那怎么办呢,给他建了府邸,封了王爵,好吃好喝的好待成 就在这北京城啊,可就把他养起来了 哎,这会儿尴尬的事就来了 比他呀,早先被押到北京城的这个准杆尔大汗达瓦奇啊 乾隆皇帝也没杀,不但没杀,还刺了王爵 那这王爵可了不得,乾隆皇帝给达瓦奇刺的王爵啊,那可是亲王 这达瓦奇的后半生啊,可算是啊,想了福了 那可以说呀,吃的是油,穿的是绸 城里他有府邸啊,城外他有庄子 到了后来呢,这霍吉斯也被圈进了北京城 这两个人呢,同见为臣 这二人相见之后啊,不免就有些尴尬 哎,这个霍吉斯啊,那我想应该是扫目大眼的 那对呀,就是他用一坛的烈酒 把这大汗达瓦奇关聚之后啊 才生擒活拿被押进了北京 这达瓦奇见着霍吉斯呢 那我也能想象得到 那一定是咯咚咚咚,银牙咬碎 从嘴唧脚子往下滴了血墨子 这见面既然难堪,哎,那就少见面 这也好办 要说在这乾隆皇帝跟前啊 这达瓦奇他应该更露脸 为什么呢,他曾经是一国之君 乾隆皇帝在外国使臣呢 以及这个外藩来进的时候 或者是啊,这蒙古王宫 还有啊,这个西域诸王宫来朝贺的时候 更能显示这大清国呀 神威远名 八旗兵所到之处啊 无不臣服 可这达瓦奇啊,他不争气 他本身就是一个大黑胖子 到了北京城之后啊 这么一养尊处优呢 那就更胖了 据说这哥们啊,三百多斤 无东立下呀,嘴里就喊一个字 什么字啊,热 你想想想他原来生活在这个新疆的北疆 那地多凉快 到了北京城啊,他确实得感觉到热 然后呢,又是身滚体胖 所以说呀,就每天的消遣呢 只能是弄一大水池子 把自个儿泡在池子里降温 那这么一来的想必是,这大喊 不不不,这会儿是亲王 那一定是干干净净的了 不是,据这个笑亭杂路所在 准夹是亲王达瓦奇啊 常年这身上啊,是身气扑鼻 人还没到跟前呢 这味儿就先来了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让他呀,夹呆着吧 你就在王府里闷嘚蜜 你别出来了,丢人现世 这达瓦奇呀,精神生活呀 就很匮乏 所以说呢,这乾隆皇帝还给他赐了一门婚 娶的是谁家姑娘啊 哎,这说法不一 有人就说呀,是康熙朝废太子 应仁家的孙女 有人说不是 是这个三皇子应指家的孙女 总之啊,就是一位没落的 爱心觉罗家族的郡主 哎,这霍吉斯啊,可就不一样了 他本身呢,就是叫门中人 这咱们中国人都知道 这穆斯林呢,都是干干净净的 这忏悔呢,就是维吾尔啊 这个民族服饰又是非常漂亮 所以说啊,乾隆皇帝就让这小老头啊 倒是好了 没有外事的活动啊,都让他参加 让这个来朝的使节呀 以及这个外藩的蒙古王公啊 都看看,朕收复新疆之后啊 你看新疆的人民是臣服的 是新疆大清,新疆振公我的 你看这个禅回的这个王公 在北京城生活的不是很好吗 总之啊,他的任务就是在北京城 给这乾隆皇帝做脸 他虽然是在北京城啊 但是不耽误他的家族势力 在新疆发展 这霍吉斯家族啊 始终是新疆八大王公之一 并且是很有实力的王公 咱们说完了这老二位 咱们继续说这大小合作之乱 上文书啊,咱们就说到 这赵慧君们呢 给镇守巫师霍吉斯的长子 莫泽帕克写了一封信 这信的内容呢 史料虽然呢不及被载 但是我们也能猜到 那惹定是啊 让这个家族啊 赶快的来头大清 这样对谁都有好处 那么至于这封信发出去之后啊 哎,没有下文了 咱们并不知道啊 这个莫泽帕克 收没收到这封信 我想啊,这会儿就有好朋友 可能会有些疑问 这能争惯战的赵慧将军 为什么在这会儿打巫师 他犹豫了呢 因为啊,他觉得自己的兵力不足 前文书啊,咱们交代过 这雅尔哈善手上啊 有七千多不到八千的兵 这赵慧呢,从北疆啊 说是带来八百 可是这会儿实际到的才四百来人 从攻下库车开始啊 什么亚哈托和奈 库车呀 赛里木啊 拜承啊 包括这大军现在所战的阿克苏 每一座城池啊 都要留人把守 这沿途之上啊 还要设这个卡伦的哨卡 这都得留人 不但要留人呢 这哨卡上啊 还要背上豪马 那您想去吧 这哨卡的功能就是为了通风报信 那没有豪马哪行呢 这乾隆皇帝啊 倒是给了他援兵 派出了两位钦差大臣 一位啊 是接替雅尔哈善的纳布扎尔 另一位啊 是三太 是来接替随军参赞大臣哈宁哥的 他们两个人呢 倒是带了一支精兵 那为什么说是精兵呢 您一听您就知道 确实是着八旗的精锐之师 这里边啊 有两千名索伦兵 一千名查哈尔兵 还有一千名剑锐营 那这剑锐营了不得啊 这可是乾隆皇帝亲自训练的部队 别人听着耳声啊 听咱们这部书的好朋友 绝对不会觉得耳声 这就是乾隆皇帝为平定大小金川 而训练的拓种部队 那可谓啊 是善攻善守善于爬高 那绝对是精挑细选 这八旗里头啊 精锐中的精锐 剑锐营呢 最大的本事啊 那自然就是攻城 他们有个小名 号称叫做云梯兵啊 那您想想啊 大小金川呢 巍峨耸耸立的碉楼 都不在话下 那么攻占南疆这些夯土成员 那更是如履平地 这支部队的这个总部啊 就在这个西山 也就是现在香山附近 有一个香山演务厅 常规啊 编制也就在两千人左右 您看没有 这乾隆皇帝为了打南疆啊 动了鞋本了 一下子就给拨来了一千 可是啊 这四千人的精锐知识啊 这会儿还没到 有人说呢 怎么走这么慢呢 哎 这还真不愿这个领队的 纳木扎尔和三太 也不知道为什么呀 这会儿的乾隆皇帝 他都犯了小调了 他怎么了 他心疼这些马 他明指啊 给这个纳木扎尔说啊 说你们不用走得那么快 如果是一路上急行军呢 到了南疆之后 你们的战马呀 可能也不服用 没法立刻参加战斗 还得呀 把这些驼马呀 养肥了之后 再参加战斗 所以说呀 你们还不如慢点走呢 别让这些马呀 拉下太多的镖来 这玩意儿到那儿啊 就能打仗 这叫磨刀不误啊 砍柴工 那么说这会儿的乾隆皇帝 他怎么就不着急了呢 这乾隆皇帝一看呢 这很多城池啊 都主动来降大清啊 他就放松了警惕 他认为啊 这会儿 这禅回们 已然离心离德 大小合拙 不能服众 所以他想啊 他的八七大军所到之处 那这些个禅回 必然是开城迎降 扶到两边 单时胡江是以迎王师 不过呀 哎 好日子长不了 这乾隆皇帝很快 就要为自己 这个错误的决定买单了 那简直是怕怕的打脸 哎 这是后文书 咱们过两天自会交代 所以呢 这赵慧 因为兵力不足的问题 也是不愿意出兵乌石 既然呢 赵慧君们呢 这劝详信也写了 那么咱们就先把他呀 暗瞎不表 咱们就说说呀 这几百里地以外 这乌石城 现在的情况 咱们要说乌石城啊 咱们还得往前再倒几天 这小合拙货机站呢 在这个阿克苏城下吃了瘪子了 本来是自己置下的城池 到了城门以外呀 人家城上不让进 再往前一靠前啊 这城上挥瓶炮子 滚不雷石可就下来了 向城上喊话之后啊 这城上人出来答话 倒是挺客气 这城上人说呀 大汗呢 我们没有别的意思 咱们人亲不亲 咱们叫们亲 可是有一样 我们这些人呢 重土安迁不愿意离开我们的家乡 我们什么条件都能答应 您要是想把我们这些人 让我们放弃家园 迁出阿克苏城啊 这事我们是绝对不干 这小合拙一听啊 这话虽然软呢 可是这话头里 他明显藏着刀子 那咋办呢 那咱们乌石吧 于是小合拙带着他四千五百 缠回大军呢 就奔了乌石城了 当然了 咱们书中代言呢 这个霍吉斯这会儿就在小合拙的军中参赞 那自然了 也一同啊 就和这小合拙同时来到了乌石城的附近 要说这乌石城啊 虽然城员不是很大 但是城墙坚固 您想这里啊 原来可是老奸巨华的霍吉斯 他的主城 他在这儿啊 经营了大半辈子了 这西域图志上啊 就是这么说乌石城的 他说这个乌石城啊 城州三里二分 高两丈五尺 东西南三门 三面巨山 其称西面阴山围 南亚陡峭 北带长流 形势绝胜 这西域建文录里啊 所记载的也大致相同 乌石之城 南亿山北林河 自河至城 半里许 借林木森部 隔阂望城不见 炮宫不入 也就是说呀 这乌石城三面环山 你要是从北边来啊 饶着隔一条大河 在这个岸边啊 还森林茂密 乍一看呢 你都看不见城员 你要是吊炮工程啊 这炮弹都打不进来 离城三十里地呀 这霍吉栈的大军部走了 为什么呀 因为他等着人来接呢呀 那这大汗来了 那岂能啊 挥不溜的 尿不翘的就进城了 那得是大厂城门 是动月相迎 早有这忏悔小校啊 把小河卓来到 乌石城的这个消息啊 已经报到了城中 没过多少时辰呢 这城里边就出的人了 来的是一位博客 这位博客呀 建了小河卓之后 翻身下马 给这个小河卓建的礼 是口尊大汗 对了 这个小河卓不是给自己 封了一个大汗的头衔吗 叫做巴图尔汗 所以说手下人建了他呀 也得口尊大汗 他说大汗呢 这城内已然都准备好了 我们在城中啊 给您背下了丰盛的酒宴 我们的城主 阿奇木伯克 莫三帕尔啊 在城门口啊 候着您呢 派我呀前来接您 您赶快入城吧 这会儿的小河卓呀 就觉得哪个不对劲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 这莫三帕尔啊 应该跑到 三十里以外的一路上 来接着小河卓的大军 因为自己 本身就是他的韩王 再者呢 这军中又有他的老父亲 也就是霍吉斯 可这孩子呀 他奇了怪了 他怎么就没出城来迎接呢 再一想啊 也不用胡疑 他老父亲就在我手上呢 他可能是啊 正在忙着准备酒宴 所以说呀 一时可能就耽搁了 那就继续往前走吧 反正啊 也就半天的功夫 就到巫师城了 可是小河卓呢 他越往前走啊 这心里就越不做主 怎么呢 他又发现问题了 自打他呀 发现这库车城 被清军占领以后 他早就打定主意了 决定啊 把这个拜城 阿克苏 以及巫师城的 所有人口啊 都迁移到他的大后方 也就是他的主城 喀什嘎尔啊 或者是叶尔枪 因为最先下手啊 这拜城的人呢 迁的还算彻底 到了这个阿克苏呢 吃了个闭门羹 也只有啊 靠大军的威慑力 强行把城外的一百多户 迁移到了叶尔枪 以及和田方向 这移民命令啊 应该早就到了巫师城了 可是这城外沿途的村庄 为什么没有动静呢 这老百姓啊 依然是该农忙的农忙啊 该放牧的放牧 别的先不说呀 最起码 我的移民命令啊 这巫师城的人 没有执行 那再往下深想啊 可就可怕了 既然这个命令 都没有执行 那城里的人 是不是已经返向了大清 那我要是这会儿再进城 他还吃个屁的酒宴 那简直就是一场红门宴呢 那么是这样吗 还真是这样 让他猜对了 这会儿城内的城主伯克 莫兰帕克干什么呢 他呀 可没想迎接 这个小河桌的大军 他正在秘密的布置 在宴席之上 如何把小河桌勤护 这平定准干二方略上写呀 这可是城内大小伯克 一同商量的结果 他们要把这个小河桌勤拿之后 献给大清 实际上呢 咱们都是聪明人 用大脚豆想啊 也能想得出来 这其实是莫兰帕克 与这个霍吉斯啊 人家爷儿俩商量的结果 肯定这爷儿俩啊 长期能够书信往来 有自己联络的渠道 史料上啊 对这件事情的记载啊 很不清楚 只有两个字 什么呢 就是试谢 意思是说呀 要勤获小河桌这件事情啊 已经泄了密了 被小河桌发现了 其实呢 这件事情不难解释 能够举兵反清啊 这小河桌 他自然也不是个二八愣子 在他占领的城市当中啊 肯定都暗藏 暗插了不少他的心腹 这巫师城啊 也自然不例外 肯定是有他的耳目啊 这会儿就偷偷溜出了巫师城 向他报了信 有一点呢 是可以肯定的 他这个亲信呢 在这巫师城里啊 也就是个小把戏 小人物 核心机密啊 他并没得到 给这小河桌汇报的 也并不是说这城里人呢 想要拿住小河桌去宪清军 而是啊 向这个小河桌奏报说呀 这城里的人呢 不愿意迁徙到其他地方 所以啊 就关闭了城门 不愿意让这个大军进城 嘿 这个小河桌一听啊 这个气就别提了 他一转身啊 这眼神可就落到了 随军参赞这霍吉斯的身上 他的意思是说呀 哎这老头儿 这会儿你得说两句话了 这里边的头子可是你大儿子 我这亲大汗和你这亲爸爸 到了城门之下 他不让咱们俩进城 这怎么个意思这个 这会儿呢 他倒是没在这个霍吉斯的脸上 看出任何惊慌来 这霍吉斯这会儿干嘛呢 这会儿正替他着急呢 一边作牙花子是一边骂街 骂谁呀 骂他儿子呀 骂这个城主啊 莫咱帕克 一口啊 一个小兔崽子 这嘴里边还不停的叨咕 你等着 你等我进了城啊 我非给你十个大嘴巴 不可 我让你呀 在这个城里边的市场上啊 跪个三天三夜 这小和卓这一看他呀 倒乐了 他跟这个霍吉斯说呀 老伯克 你先别撒狠 那这事咱们怎么办呢 这霍吉斯啊 连忙聊袍子 就给这大汗跪去了 说大汗呢 没别的 咱们呀攻城吧 到时候我亲自 一定要守着了这个逆子 给大汗出气 这小和卓说 别的呀 这可能啊 是个误会 签不签城 签不签人的 咱们进了城之后 可以商量着来 实际上 这小和卓也没憋着好批 他是琢磨着 等我大军一进了城啊 这签不签的 可就不是你 莫咱帕克说了算了 这会儿最主要呢 是先把这城门骗开 哎 大军进了城再说 那这会儿的霍吉斯就说了 大汗您看 那不攻城怎么办呢 这城门紧闭 咱们也飞不进去 这小和卓说 那你能不能到城门边上 你去劝劝他呀 让你儿子莫咱帕克呀 出来搭话 有什么事好商量 我都能答应 哎 不赢嫁这事 大汗我也能包容 从此就不提了 这霍吉斯说呀 不去 我见了他就生气 他一出城啊 我一刀就他批死 那这会儿啊 大伙也劝 说您呢 就在城门口 哎 您让他出城啊 跟他一说 这爷儿俩有什么话 好商量 您一说呢 保不齐啊 这城里边的伯克大人呢 他就把城门开开了 这会儿啊 看着这霍吉斯啊 他好像是很为难的样子 跟这大伙说啊 也行 给我一把刀 我上去先捅这个兔崽子三刀 于是啊 就在这众目睽睽之下 这霍吉斯啊 拎着一把弯刀 就向着乌尸城的北城城门走去了 这老头啊 也没骑马 怒气冲冲 溜溜达达达 就到了这个护城河的边上 抬头一看呢 这吊桥高悬 老头啊 站在这个吊桥的桥头 用刀一指城上说 哎 城上的守军听了 认识我是谁吗 这城上啊 有人搭话了 说这老城主啊 我们当然认识您了 我们这个阿齐布伯克呀 不是不放您和大汗进城 只要我大汗答应 不把咱们的人呢 往这个喀什噶尔 以及伊尔强迁徙呀 我们就放您进来 这霍吉斯说 呸 这大汗的旨意 你们还能讨价混价 把这个吊桥给我放下来 让那个逆子出城接我 霍吉斯既然都这么说了 他要是这个乌尸城的老城主 现在守城的城主啊 又是他的儿子 城上守军呢 也只好吱吱吱吱压压的 就把这个吊桥放平了 这老头啊 不慌不忙的走过了吊桥 只见这城门呢 吱吱吱吱吱吱 开了一道小覆 这会儿的老头啊 可不像是个老人了 自溜一声啊 就钻进了城门 只听咣当一声 城门关闭 赶吱吱吱吱吱 吊桥可就升上去了 这小河卓这会儿 都已经看傻了 哎 这老头啊 跑了吧 这旁边的隋松说 哎 您问谁呢 这俨然就是这种情况 这会儿再想抓 这老头霍吉斯啊 肯定是抓不着咯 想攻城啊 小河卓一看呢 这城园高大 哎 这吴石城的城墙 可比阿克苏的城墙 要高大的多 并且这城内呀 还有冲突的守军 这会儿啊 毁得这小河卓呀 真想给自己左右开弓啊 五个大嘴巴子 这不是扯吗 竟然呢 这几千大军就眼睁睁的 看着这个老头霍吉斯 就这样跑进了吴石城 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赶紧跑吧 万一后边清军追上来 城里人再一出来 两面夹击啊 没准命就丢在这了 这小河卓呀 跑回了喀什嘎尔 咱们暗下不表 这霍吉斯啊 归乡大清 才引来了新一轮的风光 加决 15分钟 才引起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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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